喜运了解到,想自己顺顺利利生个孩子 有很多江湖传说,有很多婆婆妈妈三姑六婆的秘籍 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还有些很离谱 适当的运动对生产有帮助 但是对于怀孕期间的孕妈妈来说 上楼梯是不合适的 一,控制体重,不是说快要生了才去做顺产的准备 想要顺产的话,怀孕以后就要开始去谋划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孕期的体重增长 孕期控制体重的原则是管住嘴,迈开腿 对于孕前体重正常的准妈妈来讲 整个孕期体重的增加不要超过12到13千克 也就是说进入妊娠中晚期 每周的体重增加不能超过一斤 新生儿理想的出生体重为5.5到6.5斤 生起来很好生 不但顺产率高,生起来比较快 而且会因侧切的概率也会比较低 2.多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生孩子也在于运动 多运动可以帮助你控制体重 多运动可以让你的体力保持充沛 让你生起来会更容易,更快 如果没有运动的经济症 一般建议每天至少运动30到60分钟 最好运动结束以后能有心跳明显加快的感觉 能有要出汗的感觉 慢慢散步达不到期望的运动效果 快步走和游泳都是适合孕妇的运动方式 会因按摩 基本靠谱会因按摩是有临床证据支持的 多项临床研究提示 从妊娠34到35周开始做会因按摩 每次大约10分钟左右 每天一次可以让产道的弹性和延展性更好 减少自然分娩时应到撕裂的发生率 还可以减少会因侧切的概率 在初产妇当中效果更明显一些 三 爬楼梯 预产期还不升的话 不少准妈妈会比较着急 会去尝试各种方法来促进产程的启动 其中爬楼梯是推荐率最高的 爬楼梯真的有助于顺产吗 其实爬楼梯这种活动并不适合怀孕晚期的孕妇 因为上下楼梯时 弯曲的膝盖承受的压力是正常行走时候的三倍 加之孕妇自身的体重也较重 对膝关节不好 而为了保持平衡 孕妇身体会微轻 腰椎和腹部的压力会增大 既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 又给胎儿造成压力 四 喝各种花苞茶 覆盆子茶不可取 现在再网上查一下 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软化宫颈的顺产茶 包括玫瑰花苞茶 茉莉花茶 覆盆子茶等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产业 但是 没有任何临床证据证实 和这些顺产茶能够软化宫颈 帮助顺产 五 拉玛泽呼吸法 靠谱对于初产妇来讲 从来没有经历过公缩 也不知道在分娩时 如何配合医生或助产室 去参加拉玛泽呼吸法的训练 是很有意义的 最好能够让丈夫一起参加 很多的临床研究证实 拉玛泽呼吸法的确能帮助到分娩 如果不能参加助产师们指导的现场培训 可以到视频网站上下载相关的视频 看一下就明白 很容易学 一般顺产四要素 一 产力 宫缩力量与复制机 钢提机力量 平时的卷腹运动有效锻炼复制机 缩钢运动锻炼钢提机力量 二 产道 骨盆和宫颈阴道 先天形成 与青少年期发育 遗传等有关 三 胎儿 头胃 6-7斤分娩成功率更高 不是越小越好 太小 小于2500克 分娩时容易胎心减慢而剖宫产 胎儿太大 容易导致头盆不衬 发生胎头在骨盆里动弹不等 枕胃异常 发生难产 剖宫产或者产前助产 四 精神因素 注意学习孕产期之时 正确认识自然分娩与剖宫产 医院提供分娩阵痛 家人全面支持孕妇 坚定信念 喜运生育医疗建议 想顺产 从怀孕起就注意营养与运动合理结合 孕期体重增加一共25斤左右 不用严格卧床保胎的人 需要每天坚持有氧运动半小时左右 不累为主 34周适当增加活动 36周后更多运动 利于自然分娩 40周不临产也不要紧张 数好胎动 多运动 41周不临产 再催产 能否顺产还是要听医生的 不能盲目地听老人说的那些 别人怀孕的时候都是怎样怎样的 一定要遵医嘱 定期产检 有情况及时和医生沟通 1 1